好 接下来问到你几个问题 目前如果这两件事 你只能干一件 你到底选择是先跟陈宇分手 还是先跟王硕好 如果是这样 那我就真的任性一次 我还是要跟王硕告白 王硕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你不清清白白的结束 你怎么可能明明白白的开始 在我心里面我已经跟 你心里面 那我们都可以说心里面跟家里人分手了呢 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爱情 你不可能跟过去还没说拜拜 马上就跟小白好长了 还有这样谈恋爱的吗 自己又说赌气 跟陈宇好 好了现在不说分手 又想跟王硕好 你玩游戏玩家这样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我可以原谅你 但是到今天为止 你依然觉得开始比结束要重要 但是我那段时间真的很难过 难过就可以赌气跟陈宇在一起吗 你已经伤害了一次王硕 你今天又把王硕叫过来 我跟他说了和好以后 我就后悔了 我也跟陈宇解析了 所以我借记你告诉你姑娘 一个女人 一定要学会两个字 矜持 矜持不是说 你要故作骄傲的姿态 喜欢却不去说 矜持是你一个女人 应该守得本分 也是女人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 如果一个女人连矜持都没有了 我知道 很辛苦 老师 好 接下来让我们倒数五个数 看看到底谁会来到现场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请按键 别吹我 我不相信你 其实陈宇你也尽早了 你闹回家有意思吗 陈宇我只是希望我们只能分手 好吗 我们不闹了咱们回家行吗 不用了 回家 陈宇你别这样子 陈宇 向大家道歉我们回家 你已经做了你的选择 你选择了你的父母 选择了你的新欢 你就继续走下去 你为什么要回来 我怎么给你解释 你才能听得懂 你一个人闹也就算了 你拉着王硕一起闹 没有你不要去说他 我现在就当你闹脾气 我们回去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不想回去 来 冷静吧都冷静一下 来过来 到这儿来 来自我介绍一下 杜老师好 我叫陈宇 来自广州 他刚才在台上说的话 你都听见了 我都听到了 半年多钱吧 我父母就希望说 我留在家里 能够照看家里的事情 我当时很想回来 但是已经闹到什么程度 我妈已死相逼那种程度 我回不来 我没有办法 那我呢 我在医院躺着的时候 我给你打电话 我多么希望你能回来看我一眼 但是你没有 我能回来吗 你有没有替我考虑过 那你现在怎么又找他呢 分手这半年里面吧 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在一起 这半年里面 我真的是一直想着小单 我本来是没有白头发的 我这半年里面 满后脑勺的白头发 没错你还没我多 我最后就这样子 熬啊熬啊熬啊 半年之后他们也拿我帮 没办法 说你去吧 反正你走出这个家门 你以后你自己看 就是这样 那我再问几个问题 那你说王硕 喜不喜欢他呀 只是有好感 没有说喜欢 就算他喜欢 就算他喜欢 他不会跟我抢 他们也不可能在一起 为什么 跟你说我已经打电话 叫王硕不要来 陈宇是不是你让他不接我电话的 是不是你让他躲着我的 没错 你连自己的感情都控制不了 你凭什么去控制别人的感情 我没有控制他 我只是告诉他 我心里还有你 就这样 是 你想心里有我的时候就有我 想没有我的时候就没有我 我对你的感情一直就这样 我不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他现在会来的 不管你怎么说 我今天只要说的一点 就是我觉得他对兄弟太残忍 至于他在爱情当中的所作所为 我无权评价 因为我不了解 我之所以会这么做 真的基于我对王硕 我对他的信任 我根本就没有你们想着说 真的去想什么道德 我没有想这些 我们这样来赌一把 待会儿如果王硕要是真来了 你跟王硕说 王硕虽然我们是兄弟 但是哥们支持你勇敢的追求爱情 我跟小丹之间呢 虽然我还爱他 但我们真的可以共同的追求 如果你要是不敢冒起这份勇气 哥们鄙视你 你看王硕敢不敢答应 如果他今天敢来 你还威胁人家 如果他今天敢来 他已经答应我不来 那如果他来了呢 待会儿 你是不是就会给我分手 你就同意给我分手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就赌一次好不好 好 如果他今天能来到这里 并且说他喜欢你 他愿意跟着在一起 我承诚你吗 我话不说 掌声 谢谢你吗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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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谢谢大家